請問愛在八月慈善音樂餐會主要發起的單位 有哪些單位呢 謝謝 我們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時愛的歌聲 關懷協會理事長李家族 非常謝謝我們中華新報高大哥 今天為我們做這個特別的報導 其實今天與會的坐在我旁邊這些嘉賓 都是這一次我們愛心公益參會的發起人 也可以說是對這一次的參會付了很大的心力 那我來為各位來賓先介紹這一次所有的參與單位 那當然是由高雄時愛的歌聲關懷協會 以及我們鋼山受電工愛心協會共同來發起這個活動 不過在我旁邊的這幾位 他們都也是共同要來響應這一次的有意義的活動 那坐在我旁邊這一位 就是我們的綜藝鬼才 劉宗華 劉老師 劉導演 那在我右手邊的這一位帥哥呢 他是我們民視歌唱比賽 電視公司的培訓老師也是音樂人 那在跳過最旁邊這位美女呢 更是不得了 那相信大家在電視螢光幕都有看過他 雖然大家都是螢光幕的這些營業人員 不過呢愛心不落人後 才能促成這一次呢我們公益愛心活動的完成 所以也再次謝謝他們 也要謝謝呢所有的觀眾來賓 對我們這一次活動的響應以及支持 好 那慈善宣稱以什麼單位為主呢 或者是受贈單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那當然沒有問題 這一次呢最主要我們的第一個大的受贈單位 是在我們屏東江南身心重鎮教養院 那其實為什麼呢 要比較大的受贈單位是他們呢 因為我們本身這個協會都是我們的營業人員 那我們呢以歌來做公益 所以我們常常會到各個地方去做一些公益的巡迴演出 那剛好在我們江南教養院做巡迴演出的時候 就知道說他們的院方有一些就是不足的地方 就是像這一次呢他們要建造教養院 要增房社 因為裡面的都很多重症 需要醫療 也很多的老喜歡需要一個家 所以我們就呢發起了這個善信善願 那當把這個idea呢 跟我們的會員來講之後 跟我們的這一些顧問劉仲華老師 我們蘇靜老師來講之後呢 他們都覺得說是一個非常很好的有意義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籌備去計畫 這一個慈善音樂唱會了 那這一次的企劃總共發動多少的人力 總共計畫多久的時間呢 是 這一次呢我們計畫呢滿有一段時間的 至少都超過三個月以上 如果說一個很大的企劃案的話 依我們這一次目前可以計畫出來的 所有的餐廳活動的話至少要半年 但是因為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圓滿就結束 那要感謝呢就是我們另外一個單位 岡山壽天宮愛心協會 那也要感謝呢我們劉仲華劉導演 還有蘇靜老師 還有呢我們這位旁邊的美女師韻 還有我整個協會的這些理幹事這些會員們 他們都很投入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也要必須請劉老師幫我們做個說明 因為在整個參會節目當中呢 我們也透過整個舞台 將這些演出人員他們的藝術 呈現在我們的社會公益上 所以很多藝人呢都是呢 掏心掏肺的不辭辛勞 然後遠道而來來參與這次的音樂饗宴 所以第一個要謝謝我們的劉仲華劉導 如果麥克風交給他 跟我們跟來賓好朋友說幾句話 所有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其實這樣的一個愛心公益 我們要企劃的時間是相當冗長的 那從去年呢 我們就不斷在討論 這樣的一個慈善音樂餐會 它主要的目的為何 它能夠在社會裡面 喚起的這樣的一些愛心 又能夠有多少 那至於整個音樂餐會 那也就表示在這場慈善裡面 它有很多是用音樂的形式 來表達我們對於社會的關懷 所以我們從節目的架構裡面 我們都花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去架構節目的編排跟演出 所以我們都非常期待這一場 這樣的音樂饗宴 即將這樣隆重的登場 那麼這麼的盛大的 在所有熱心熱愛公益的朋友們面前 大家來見面這樣 可不可以請那個理事長跟我們談一下 我們過去有做過哪一些愛心公益活動的一些紀錄 讓大家分享一下 是 高榮世代的歌聲公益協會 成立今年剛好是第三年 那我們所有的成員都是一些音樂愛好者 包括國內的一些音樂老師 持舉操作老師 還有一些發片歌手 數人優秀的歌手都有 因為他們本著自己有一股愛心 所以對這個協會還蠻認同的 所以我們開始成立之後 我們會陸續在一些小地方單位 然後比如說孤兒院 比如說養老院 帶給他們歡樂 也帶給他們愉快 由這小地方做起 那比較大型的活動的話 今年這個活動算是最大型的 由我們主辦最大型的活動 那在過去包括創世基金會 還有華山基金會 還有一些博大尼教養院 他們的活動 我們都陸續都還有在參與 所以也謝謝這些單位 願意讓我們來為他們做這些事情 那也謝謝很多支持我們的這些朋友 在後面支持我們 讓我們的活動能夠做得這麼圓滿 圓滿的將愛心送出去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8月份的慈善宴會 在幾月幾號舉行在什麼地方舉行 可以 好的 那要介紹地點的時候 我先來把這一次慈善音樂會 他的一些節目內容 跟各位我們的朋友透露一下 你一定會很有期待 但是真的要謝謝 到目前為止 我們辦了100桌的慈善餐會 已經爆滿了 謝謝各位的愛心 那我們這次就是由劉老師 他的整個節目架構 還有包括一些單位他們的努力支持 所以在我們的參會上面 我們可以欣賞到一場非常別開生命的音樂會 有我們國內的知名的藝人 比如說有我們劉老師親自操刀來主持這一場 可具不一樣意義非凡的音樂會 然後還有蔡易德 蔡大哥 他也是親自到現場 還有在地的我們一些音樂樹人歌手 比如說神建豪 他也是由我們在地的樹人歌手 然後變成是專業的歌星 我們高雄市的愛德歌星官網協會 這一些的發片歌手 包括在外面有做演出的專業歌手 全部到場了 把他們最好的才藝獻給這一場的慈善音樂會 那地點是在橋頭 在橋頭很近 那地點為什麼選在那邊呢 第一點就是他的捷運很方便 而且呢橋頭小串日本料理珍愛會館 這個老闆呢 他也對於我們的活動非常認同 所以他說他把他的會館 小串日本料理珍愛會館提供出來 讓我們做愛心的演出 所以當然很謝謝他們 所以我們這次呢 我們的慈善音樂餐會呢 就是在橋頭小串日本料理珍愛會館 日期在8月12號晚上的6點鐘 歡迎朋友呢 有空的話 莉玲給我們指導 謝謝 請我們蘇老師講個話 他是我們的民視音樂節目的製作人 所以說我們這次呢 在表演唱會裡面 有一些音樂上的製作呢 表演的話 還是辛苦老師來幫我們做指導 來有請我們民視培訓老師 蘇靜老師 大家好 我是蘇靜老師 因為在這場音樂演唱會裡面 因為我們有一連串的節目的安排 包括編排 然後每一個歌手 他都有他最主著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在編排這個節目當中 時間的節目掌控呢 我們都要非常非常的掌控 把時間掌控好 才不會讓這個節目失真的 所以說 請每一位在現場的觀眾朋友 都能夠欣賞到我們這場音樂會的盛大空前 謝謝 那這一次我們這個 慈善的音樂參會 那個有別以往 他就是有一項創舉 就是在整個歌唱的節目的最後 他有一個壓軸的歌中劇 那這歌中劇呢 我們並不是請到非常多的專業演員 而是以我們愛的歌聲歌唱協會裡面 我們這些的樹人歌手為主軸 然後特別從台北 邀請了一位專業的演員 這個黃詩穎來參加我們這場 歌中劇的演出 那因為愛心的公益活動非常多 但在整個節目編排 類似這樣的歌中劇 能夠用一個主題來喚醒 社會大眾對於家庭 倫理關係的重要的這樣的歌中劇 卻非常的缺乏 所以我們這一部歌中劇呢 它的劇名就叫天下父母心 台語叫做天下父母心 所以那天所參與這一場盛會的 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期待 那重點呢 因為我們是一個非常大的場地 然後有一百桌 一千多個人的盛會 所以呢 我們現場是Left Band 現場的樂隊來伴奏的 所以我們對八一二八月十二號 在政愛會館 小豬日本料理的這一場盛會 我們期待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夠滿載而歸 謝謝 我們是不是請黃小姐講一下 以前我們表演過歌中劇 那這種歌中劇 跟一般的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好 我是黃水穎 對於這一次能夠參與演出 其實我心裡是滿興奮的 就是要多虧我們的劉中華導演 謝謝他給我這個機會 也謝謝我們的會長李嘉竹 會長給我這個機會 那說實在了 這個算是舞台劇的演出 那跟我平常進攝影棚 或者是出外景的那種活動拍攝手法 是完全不同的 心情也是不同的 就是能夠跟這些會裡的會員們 一起就是一起排演 那像我們一般排演的話 我們在攝影棚是可以NG的 但是這種上場之後 排演是沒有辦法NG的 對於這次的演出呢 我希望能夠就是現場 有這麼多的觀眾 那希望現場的觀眾能夠 就是看我們的演出 那也希望觀眾朋友們 能夠了解我們的心聲 那一起跟我們一起演出 對於這次的演出 那我所演出的角色就是一個附加的千金女 那很焦滴滴的 那就是也不管別人怎麼樣就是我心我素 我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其實這種心態就是會感覺到就是很愛 然後又很怕被傷害那種感覺 那希望觀眾朋友能夠來欣賞我們的演出 謝謝 你以前有演過像這樣附加影的角色嗎 這是我從來沒有演過的角色 那我希望我能夠這一次能夠好好的發揮一下 謝謝 那有很多人很好奇喔 到底歌劇跟歌中劇它是什麼分的喔 那我很簡單的分享喔 我們一般對很多的歌劇 我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喔 那歌劇呢 其實演員他本身就是歌者 因為歌劇裡面喔 他每一個演員都很會唱 他是從頭到尾唱到尾 從頭唱到尾 結果一開始可能就幾個動作就唱起來了 那是歌劇 那在台灣喔 因為整個社會娛樂型態它的演變 它變成衍生有一種叫做歌中劇 那其實歌中劇喔 嚴格講是最早我們以前在秀場表演的時候 他在壓軸最後的一個演出節目 所以呢 會長有跟我講說 那我們的演員都是歌手耶 你不能說不讓他唱啦 我原本只是用襯底音樂帶過 然後因為那個會長一直要求 我就說那好吧 那我就讓我的頭繼續發亮吧 那我就絕之所能 我就一直在想 到底我的劇要怎麼樣推 然後用什麼樣的歌當背景 甚至讓什麼樣的歌手 能夠駕馭這樣的歌曲 能夠輕鬆的 然後圓滿的 然後把它表達出來 所以 我總算想到有三首歌 但不能透露 你要來現場看喔 很期待 謝謝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 劉老師 包括蘇老師 包括我們 在這娛樂圈裡面 差不多三十年 那我想呢 比較年長的這一輩 他們都知道說以前有歌聽 那年輕的朋友都不曉得有歌聽 那歌聽呢 他有歌有劇 所以我當初呢 在想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就跟劉老師他們跟蘇老師講話說 我很想希望把我們今天整個節目呢 除了是愛心餐外 大家來示範做愛心之外呢 舞台上的音樂饗宴 雖然大家呢 都是素人歌手也好 還是專業歌手很好 我希望呈現的是一種不同的風華 是否可以呢 把歌聽秀的這個風華呢 再現呈現在舞台上 所以呢 就集思廣益了 劉老師負責編劇 導劇 那蘇老師負責呢 音樂方面的編排 人編的架構 那包括這些樂團老師 這些歌手朋友呢 我相信呢 有這次有來參加我們的8月12號 愛在8月的愛心慈善音樂會的朋友 你會覺得物超所值 因為你除了去做愛心之外呢 你還會看到我們之前 以前的歌聽秀 舞台上的音樂風華 那所以說 他其實當然講的是講到重點 但因為這是一個 很溫馨的一個慈善音樂參會 所以呢 從這個整個活動開始 他有很多的單位要致職 然後有很多的受贈單位要感恩 甚至小朋友也帶來他們很天真的一些表演的內容 那你知道 這一些都包括在我們表演的時間長度裡面 所以你知道嗎 編劇導演壓力很重是在最後 他那個最重要的一個壓台戲 而且不但要很精彩很豐富之外 他還要濃縮控制他的時間 這個是最難的 因為你把最精華的剪掉 剪什麼都不對 那你又要把這個劇把它濃縮 讓他整個精華流竄的過程裡面 都讓我們所有與會的貴賓們 都能夠過目不忘 那你看 對不對 是不是應該那個 對不對 那個榮譽狀再加一下 謝謝 那劉老師講的真的是確實 因為當後面的這個時間也要抓得剛剛好 因為前面有很多 包括來賓支持受證 還有一些音樂節目上的延遲 要配合到如期如時間 完成這一個整段的節目 但是後面這個劇的話 拿捏非常重要 那也剛好 很有心 我們這些好朋友的話 其實對這次音樂節目都很支持 其實廣義有沒有 大家才有今天的 這一個完整的架構出來 然後執行現在去完成它了 在這裡呼應各位社會大眾 能夠多做點愛心 做一點公益 讓社會能夠有很多溫暖的事情發生 愛心是不分就是貧富貴賤的 其實你身上沒有錢 你還是可以做愛心 那就像一個老奶奶要過馬路 你有這個就是有這個機會 可以扶她過馬路 其實這個也是個愛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愛心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謝謝 這個讓愛充滿整個社會裡面 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因為要想要讓我們的國家社會 充滿愛 要從我們的個人做起到我們的家庭 所以我們今天這場音樂盛會裡面 就融合了以上我所講的這些元素 我們期待 我們期待由我們會長的愛心領導之下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愛心歌唱協會裡面 有更多的三年好不好 其實愛呢不分國界不分國界不分族群不分年齡 凡事都有愛 或許一個小動作一個眼神 一句話就可以讓人家充滿溫暖 尤其是現今大環境不好 其實貧富貴賤都沒有關係 人人少不了愛 所以還是一次謝謝 謝謝這些朋友 也謝謝這些貴人來幫助我們 也謝謝這些單位 願意讓我們將愛傳遞給他們 所以8月12號歡迎大家一起來 一直要謝謝我們所有的高雄市 還是說其他外縣市的這些朋友 將你的愛心交給我們 我們會如你所願 將你的愛心送出去 我們愛在8月 8月12號 我們在小樽會館 珍愛會館小樽日版料理 我們準時六點見 等你 有愛不寂寞 公益一起來